這樣除了這樣戴之外 像她頭髮這麼的浪漫 其實可以撥一邊 拍一下看 一邊 頭髮好毛 好棒 看不過去有點受不了 這頂好想買 好可愛 而且她好輕 帽子就是要輕 對啊 先拿起來一下 而且像這個帽顏那麼大的 妳髮量沒有像殷琦這麼多 戴起來就不好看 妳就會覺得 那個帽顏好大 然後比例不對 所以其實那頂帽子是非常挑的 所以如果連真的無敵小的人 就不能戴這個嗎 因為看起來會更小更小 頭髮太稀薄的 戴不好看 短髮就不能戴了 短髮好難戴帽子 短髮不太適合 女孩子在冬天 就是戴帽子 頭髮都容易靜電 可以先就是噴一點 抗靜電的 妳才不會整個頭髮 都跑到臉上了 先把它把尾巴的捲度 先梳開 因為這樣子還是有一點太整齊了 我用一洗個頭吹乾的這樣 一個小時 幫妳剪頭髮的應該很累吧 就永遠捲不完的感覺 沒完沒了 可是會很有成就感吧 幫我們捲的人 就不會有成就感 因為捲完了 它捲到第十捲 第一捲就直了 那才沒完沒了 所以像這個是抹靜電的 這個是 對 這個是靜電夾保濕 而且它不會影響捲度 因為你看我抹了 捲度反而會很明顯 有亮度 那抹的東西不能是重的 油類就不行 它會直掉對不對 油類就會直 你就沒有這個撥紋 因為現在我們幫它抹完 它的撥紋超明顯的 整個頭髮是有亮度 不然剛剛是毛的 好像以前那種歐洲的 那種貴族的髮質 然後我們就把頭髮 是很醬是不是 對 老實說剛剛把它放一邊 對不對 放一邊很快 怎麼這麼多 好有氣勢 我會教大家就是 如果妳要放一邊有一個小訣竅 就是妳把前面這個三分之一的頭 一點點不用三分之一 分帳對不對 因為妳怕它會跑過來 妳要分到耳朵這裡 還有脖子這裡這樣 這一區 最旁邊那一片 對 然後這個小小毛毛的 最好出來 然後轉一轉 因為妳要固定側邊 對 然後 這樣 我知道 不是 因為它會有妳嗎 不是 因為它會有妳嗎 妳就這樣對不對 對 妳嘴巴沒有逼不起來 妳就把它 隨便在一個位置夾起來 看得到嗎 用什麼夾 夾子 小黑夾 小黑夾 這樣子 把它夾起來 然後再戴帽子 那妳帽子拿起來 要啊 妳們會跑過去啊 來戴帽子的 YES 這樣嗎 好 這樣 它就會很固定 好新鮮喔 然後即使妳在室內 就是帽子拿下來都還是可以 就是那個頭型會在 對 那妳就把那個 帽子戴上去 就可以了 直接戴 對 真的耶 因為如果妳要放到側分的話 我會建議 對嗎 我會建議這個捲度還是不要像 剛剛是沒有梳開的 這樣就會很好看 對 紋理就會很明顯 很簡單 波特販店的浪漫捲法 配上焦糖色的寬顏波浪帽 整個人質感都提升了 看起來就像個優雅的洋娃娃 也不用擔心室內脫帽 髮型崩壞的問題喔 我會建議